好 第一个问题 杨华的微信好友有几个人 六个 第二个 杨华离家出走住的旅馆叫什么名字 那个长春旅馆 哇这记忆力真不错 因为要抱着路贵走了好多天 第三个 帮琴师拉拉链的时候 他的裙子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亮片 这记忆力是真不错 来给我们杨华鼓鼓掌 当时也有说杨华的动作指导是蓬蓬 因为当时你一看了之后就下跪了 这是真的吗 我那天蓬蓬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他说凯呀 你这是怎么了 我说这不跟你学的吗 他说哦哈哈哈哈 真的是师同蓬蓬 深得精髓是吗 他居然还来嘲笑我 你知道吗 太好笑了 被彭玉昌嘲笑的许凯 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我就说回他 我说哈 这还不跟你学的吗 然后他说哦 好好好 那第四题了 我们琴师吃什么过敏 牛肉 回答正确 第五题 杨华的微博有几个粉丝 两个 这些题对你来说是不是都太简单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一点有难度的吧 琴师为杨华制作的这个解酒神器是什么 呃 什么什么果来着 什么果 什么油果啊 什么 快了快接近正确达尔 牛油果 炸汁 对啊恭喜 哇那个真的超级好喝的 真的我在现场喝的时候真的是 就是有没有想要把这个案例给大家 千万不要 我都喝走了 都快 第八题 杨华和琴师第一次见面 穿的衣服是什么 呃 风衣 对了 第九题 琴师杨华签订的婚前协议违约金是多少 不记得了 摇头了 猜一个吧 呃 呃 几万块 几万呢 几万应该不可能 几十 几十再往上猜猜 六十 六六六 弹幕上都有给你打额 五百万啊 你看 大家都在帮你 为了让你赢得这五百块 来第十题财神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 五百 好 对 琴师喝醉后误用的杨华的毛巾是什么颜色 呃 蓝色 粉色 绿色 确定一个 呃 好像你刚刚说到了 粉色 那不会 怎么会给杨华粉色呢 蓝色 蓝色 再给你一次机会 呃 蓝绿 又在错 好 绿色 算你过关 你又在偷看答案 接下来我们快要加速了 你手上的话也得加速了 杨华睡在琴师房间门口是因为什么 因为琴师喝醉了老想去上班 对 那杨华解读的这个薄荷的花语是什么 呃 高尚的品德 琴师真正查到的花语是什么 呃 什么什么 永恒的爱情 哎 我发现我们准备的题是不是太简单对你来说 这些都挺明场面的 嗯 接下来来几个我觉得还比较难的吧 琴师第一次为杨华做早餐做了什么 蛋炒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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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来说太容易了 杨华醉酒表白的时候说了几遍我们要结婚了 哦 我们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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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遍还是三遍还是 两遍 对 三遍 嗯 嗯 两遍 接下来我们最后升级一下难度 秦氏和曹俊辉分手的时候请妈妈哭了几天你知道吗 哭哪知道这个 终于有难到你的了 哭了几天我不知道哎 知道吗 戴不上的朋友有正确答案也有凑答案 三天秦氏他妈哭了三天 他妈妈哭了三天 可是不要曲解我就是 他的母亲 对他的母亲哭了三天啊 对 太久了吧 太久陶俊辉不值得是吗 三天也太夸张了 怎么可能 好那下面杨华公主抱情诗几次 公主抱情诗 数不清了吧 应该挺多次的 两三次三四次 目前播的有几次 你说说 你可以也可以后面给我们剧透一下后面还有吗 目前播的好像是两次 嗯 好 呃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 换之前换之后 秦氏家的密码是什么 呃 杨华的生日和那个财神的生日 具体的数字 不知道 光是那样的话 就太太简单了 得靠靠你 所以得靠具体的数字是什么 我只知道杨华是金牛座 对是金牛座的 嗯 看线上的粉丝朋友也在提醒你哦 哎不对 好像提醒的也是错误答案 提醒什么 515 我什么7位数密码还6位数密码来着 嗯我可以给一个小小提示6位数 6位数啊 嗯 完了忘了财神是什么时候生日的 太恐怖了 怎么能把自己的财神忘了呢 哇他一贵花500块真的 我当时对剧 我笑死了 真的假的 我还亲自跟财神讲的话 那个乌龟刚刚才有朋友 我说大哥你应该吃500吗 吃了什么东西啊 你说杨华都才用4500是不是 对啊 我就 那这题算要跳过吗 呃我看到了 那个515 315 我都说了是错误答案 嗯是吗 你还说 呃 515 你看对我们鼓声杨华来说 这这串数字居然进不住 弹幕刷的有点慢呢 515 粉丝们可以去赶紧去查一下呦 快点搜索再等你们帮他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回来了 515253 错 第一集 杨华是被妈妈用哪个脚的拖鞋打我 右脚啊 你是猜的吧 对啊 那你我猜的 那你肯定是这样摘下去 你不是指针左脚站不稳了吗 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但是我们倒数第二题还是没有答出来